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何呢 因为指甲钳很简单 有几个部分 第一就是剪指甲的部分 第二就是有杠杆的装置可以做手柄 以及中间的接合位 有很多便宜的指甲钳可以留意一下 就像用这个勾勾 整个组装在一起 一个指甲钳的部分很简单 只有三件零件 但是怎样可以选择一个好的呢 你看到刚才这种组合方法 剪下剪下的时候 它就会怎样呢 会是分开的 如果你只剪下手甲的时候 突然间它分开的话 就会很不方便的 所以这些呢 我觉得是可以用来装饰 做纪念品 值一流的 有时候 有些包装很精美的指甲钳 例如这个 说的都可能是几元的 但是我们选择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按下去的时候 对了 按下去的时候 前面这个位置 没什么力了 没什么力 就会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你剪指甲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位置 前面这个位置 不够力的时候 那你的指甲就不可以 一下就剪断了 然后就可能要剪几下 这样的话 就会令到指甲 挺不健康的 好了 那我这里就选了三款 对了 被誉为 就是十大指甲钳的一个牌子 这一款是日本製造的 这个叫做KAI 应该也很多人买的 一般的价钱就是20-50元 左右 而另一款 就是在一家叫做 无印 买到的 对了 一个指甲钳 这个大概是排第五位 对了 拿了一个排第一位的指甲钳 给大家看看 究竟这三种的指甲钳 有什么特别呢 一个指甲钳里面 其实充满了很多 stamp的元素 特别是中间一个位置 是用了圆柱体 即使就是了 将两个部分 上下这样去折搏 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用圆柱 混用了圆柱有什么好处呢 它就可以容易转弯 可以做到收纳的效果 每一个支甲钳 这个部分 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它是用勾的形式 把它折合的话 上面这个手柄 就很容易飞出来 变成了很不实用 而有一些 中间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 架位 还会多了圆柱打横 就可以将这个 上面的手柄 除了可以将它活动之外 和将它锁死了 你剪指甲的时候 手柄 就不会那么容易飞来 所以 这是大家要选择的部分 另外 有很多时候 人们就会说 我剪指甲的时候 手指甲碎 不是会弹到到处都是吗 没错 用这两种的指甲钳 是会很容易 将它的指甲 弹到到处都是 虽然它下面 就有一个收藏指甲的地方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 中间是通洞的 指甲碎 在这个位置都会流出来 一般现在的指甲钳 有一个套在 很多时候 那套就在下面 收藏在下面 你剪的指甲 就可以在下面的位置收藏 但是如果 你剪指甲的时候 是这样剪的话 那些指甲 会不会有机会 掉下去呢 当然不会 不会反地心吸力 所以如果 我们要用一些 有套的指甲钳 的话 我们通常的指甲钳 就是向下 你剪的时候 那些指甲 就会根据 这个地心重力 就会收藏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你倒转的话 那些指甲都会 到处都是的 好了 那其实 一个指甲钳 我们可以看成 就是两个杠杆部分 那有很多人都以为 一个指甲钳 其实就是一个装置 其实不是的 它是由两个杠杆 所组成的 那现在呢 我就拆一个指甲钳 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它就会分了上面 一个部分 下面另一个部分 是由两个杠杆装置 所组成的 而下面这个 其实呢 就好像一个钳 那样 是什么呢 第三类杠杆 施力的位置 就是中间 是的 那重点呢 就在前面这个位置 而后面这个位置 就是支点的 那同样 这个是支点 施力的位置 就在下面 圆形这里 和上面 这个 顶住它 那个地方 而那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 指甲这个位置 那所以呢 下面的 指甲钳 就是和第三类杠杠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上面呢 这个手柄呢 是什么呢 是第二类杠杠 它的支点 在最前 接着 这个位置 尾部 是施力的 而中间就是重点 就是透过 按下去 这一下的时候 这个位置 和下面 圆形 这个位置 就形成了 好像钳 做这个动作 那你呢 就可以将它 剪到指甲 那所以呢 我们呢 握一个指甲钳的时候 很多时候 那些人都会 握在中间 其实呢 是会浪费了点力的 我们就应该呢 就是将它 握到最后 轻轻的一按的时候 一压下去的话 那基本上呢 透过前面 这两个斜面 是的 一起的 合起来 就可以将指甲 就是剪开去的 那呢 有很多人呢 用指甲钳的时候呢 就是 手甲呢 就是一个 又用同一个指甲钳 就剪到脚甲了 其实这样很糟 那因为这个 卫生问题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可能将 你手的菌 传了给脚 脚的菌 又会传到手上 如果有灰甲的话呢 那你呢 就可能呢 就大件事了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应该就是了 手甲的话呢 我们通常都不会用过 这么大的指甲钳 用个小型的指甲钳就可以了 这些就可以拿来剪手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的手甲组织 是没有那么厚的 那所以呢 轻轻用小的指甲钳 就应该可以解决到了 但是呢 你有没有留意 那些脚甲的指甲呢 是比较厚一点的 那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 大一点的指甲钳了 那就可以轻轻一剪的话呢 那些脚甲呢 就会飞出来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所以损一个指甲钳的时候呢 都一定要呢 就是了 要懂得损用的 那正常呢 我们一个人的话呢 都有属于自己的指甲钳 那 指甲钳 需要不需要清洁的 当然要了 我们怎么可以清洁它呢 找水洗呢 就不是的 因为呢 它里面有金属的 那虽然有些是用了不受钢 你长期找水洗的时候呢 其实有机会 令到它生瘦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清洁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了 如果你是有一个的 指甲套的话呢 就将它拆出来 将那些指甲水 抖走完 你就可以用消毒的 我们的濕纸巾 将它抹一抹 是的 这些位置都是了 将它抹一抹 前面这些刀口位 抹完之后呢 就等它封干 那就是了 真的没有了水分的时候呢 你才将它收藏 这样就可以保存一个指甲钳的了 还有留意 指甲钳呢 是用来剪指甲的 你可不可以用来剪胶指啊 或者是剪其他东西呢 虽然是可以 不过呢 很容易就是剪斌它的剪口的 那如果想指甲钳 保允得好的话呢 就要留意啦 今天跟大家讲完指甲钳了 接着来做些什么 待会告诉你 今天跟大家做什么实验 就是做护肤品啊 如果有女士的话呢 一定很喜欢的 今天很多人都会说了 为什么外面的护肤品买得这么贵呢 其实它的原材料很简单的 分别就有 有水啦 记住 蒸馏的水 有些人可能会用花水的 那有 油啦 是的 今天我就选用这个米糠油啦 那基本上呢 水和油 混不混得起呢 当然是混不上啦 常常听水混油水混油 两种的物质 不同的物道 永远都混不在一起的 但是呢 中间有个媒体就可以把水和油混在一起的 是什么呢 就是乳化剂 乳化剂就很有趣的 有它的话呢 就可以把水一边捉住 油一边捉住 将它黏在一起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你就说了 我们很多的护肤品呢 其实主要的目的呢 我塗在皮肤里呢 就是让那些水分呢 慢慢滲入去我们的皮肤里的 那这个呢 是一个的滲透作用来的 那么尤其是很多女士都喜欢 Full Mask的 现在都很多男士Full Mask 我也有Full Mask的 那目的呢 就是呢 透过那个面膜里面的水分呢 慢慢滲入去你的皮肤里的 那么 原理 无论你是用乳化剂也好 或者是做面膜都好呢 我们都是用一个叫做渗透作用的 那 油的角色是用来做什么呢 那其实呢 其实呢 有阵油的在面的话呢 就可以防止那些水分呢 那些水分呢 是怎么样呢 被风啊 冷气机啊 那些的流动的空气呢 带走的 所以呢 油是很有用的 那你会看到还有些什么呢 有一个呢 金油的 金油也有什么用呢 都会加上去的 那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会比较一些的 亮窄呢 还有呢 令到那个质感呢 那个cream的质感呢 是有些不同的 那 做完了之后呢 一般上呢 我们这些cream可以保存到一个月左右的 但是如果 如果你想留久一点的话呢 我们今天都预备了一种呢 就是叫做抗菌剂 是的 滴了两滴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将那些的护肤品呢 是可以维持得久一点的 事不宜迟做了 那其实呢 在很多时候呢 Stam Sir去做一些教师工作坊的话呢 我都会给一张护肤膏制作的 护肤膏制作的工作址他们做的 我会先呢 就设定了做20克的一个护肤膏 那然后呢 他用些什么材料呢 分别就有米糠油啦 乳化剂啦 蒸馏水啦 金油啦 和一些可能是 他喜欢的话 就可以滴一些叫做蒸油下去的 不过我们今天就不用蒸油了 那呢 其实全部呢 都是跟比例的 那这一次呢 的教师工作坊呢 我教他们做的时候呢 就是百分数的应用 在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里面呢 整天都会遇到百分数的 不过那些小朋友呢 就是 哇好头痕啊 不如呢 就是试一下去计数啦 那他们就要先呢 给他一个百分率他啦 例如20%啊 3%啊 72%啊 5%啊 是的 那他计算完了之后 填回 他那个多少克 是的 其实就是将那20克 乘下去 那就得出了结果啦 然后就根据这里 他得出来的结果呢 就去制作啦 好了 那事不宜迟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试下制作啦 那工具呢 我们还有其他工具要帮手的 有个电子绑啦 是的 那可能呢 就有个的 涼杯啦 或者你可以拿来呢 就是做一个的搅搅棍 是的 那我也预备多一个的杯 可能是呢 就是做量度的 是的 那我们呢 就是先做些什么呢 如果根据步骤呢 去计算了之后呢 首先呢 我们就要将米糠油 和简易乳化剂 混在一起 那其实就是将油和乳化剂 开始混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呢 就是了 令到这个乳化剂 可以一只手捉住油先 是的 预备另一只手捉住水 那我们加多少呢 因为呢 米糠油就是占20%的 那如果是20克的话 你整理它的话呢 那你应该呢 就是大概呢 是有5克那么多的 是的 20 不是 是有4克的 是的 4克的 涼了啊 那我现在呢 就是选择用这个杯 就是涼了 4克的米糠油 那我呢 就是先开一部机 那我呢 就倒下去了 那如果你想呢 是做100克的话呢 其实根据比例呢 你就可以造成的了 那你说了 那这些米糠油在哪里买到呢 超市就已经可以买得到的了 那如果是多了的话呢 那你可以倒下去了 不过呢 当然了 是要干净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的乳化剂 那乳化剂呢 滴两滴呢 差不多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教小朋友呢 就是学会观察的了 两样东西加起来之后了 拌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变化了 过程里面呢 大概要搞多久呢 这个动作呢 就基本上呢 大概呢 就是搞10秒左右而已 搞得均匀它呢 就已经是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预算了 大概呢 就是有 水了 水呢 就是占72%的 那如果是20克的护肤膏的话呢 大概呢 就是14.4的重量 14.4克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 加点水下去了 好了 大约就是14.4克的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将水 加下去呢 这个就是 金油呢 加了乳化剂的位置了 那我可以将它倒下去了 倒的时候了 然后呢 就可以了 慢慢搞了 那这个呢 就要搞久一点了 还有呢 就要有些耐性的 那搞的期间的时候呢 都是啦 就是用眼睛的观察 看看它的变化 它会慢慢呢 就是啦 越搞就越稠的 而且它的颜色呢 就会由刚才的黄色呢 就会变成白色的了 那其实呢 所有的药膏呢 都是用这个方法呢 制造出来的 那当然啦 这一种呢 就是一些 不需要加热的方法 对啦 冷制法 那其实有一些呢 就是不需要加热的 那你就会呢 慢慢呢 就会搞成呢 就是一些 变成一些霜狀了 而且呢 它的浆力和摩擦力 就开始呢 增加了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不可以用它呢 其实你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它够不够滋润呢 其实就是米糠油和水 加乳化仔混在一起 如果你塗在皮肤上的话 其实已经是可以了 不过呢 如果你说它可以呢 对皮肤呢 更加做得好些的话 可以做到一个 位置是将些水分呢 即是它现在里面呢 那些水分呢 是不想把它揮发的话呢 我们就会怎么呢 加一些金油了 金油呢 就是佔5%而已 所以呢 大概都是呢 一滴左右就已经够了 好了 搅了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又是了 不停不停地去搅拌了 那金油这个的 我们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做这个 酒精初手液里面呢 都会用到的 对啊 因为对我们的手呢 都会比较好些的 会见呢 其实已经是做了霜霜 出来的了 但是你说了 如果我想呢 你这些小朋友用的话呢 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纯天然的产品了 你现在呢 已经可以塗了 尤其是我这些呢 用得酒精多的时候呢 那些皮肤开始烂了 那你就可以呢 直接呢 就是拿来去 塗我的手道了 那这个呢 就是最原始 最原始的一个 做护肤品的方法 那其实呢 你的材料不多了 水 米糠油 金油 和乳化剂呢 就已经可以做到的了 但是如果你说想 啊 我这个的霜霜呢 想流传得久一点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呢 就是再加这个的 是的 抗菌剂下去了 不要加得多 是的 少少 一滴 两滴 那就可以呢 可以保存得久一点的了 那你说了 如果不加得不行呢 可以的 不过呢 大概呢 就是 一个月里面呢 就要用完了 那还有不用的时候呢 就要放冰箱 那如果你说不是呢 在室温情况下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一个星期就要用完了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护肤膏呢 已经是完成了 那如果呢 那些男生的话呢 想送给女生的话呢 都不妨考虑一下 要买些名牌的话 就很贵的了 好了 今天教完大家做这个护肤膏了 下次做些什么 就要留意这个 STEM生活解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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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